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民间有这样一种理念 那就是人死后,灵魂都会先到阴间进行审判 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做了许多善事 那么他可能会被审判转生在富贵的人家 或是成为神仙,受人敬仰和供奉 如果一个人做了许多恶事 那么他便会被审判转生在贫穷的人家 或是变成圈养的动物 而那些在人间作恶的人 也会在阴间受到严酷的刑罚 审判者会根据这些人作恶的程度 来对他们施以相应的刑罚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里就包含了这一理念 福建有一位举人,姓曾 我们姑且就叫他曾某吧 一年,曾某在会市中考中了进士 十分开心 于是,他便约了两三个同样考中进士的人 到城郊游玩 他们偶然听说 提卢禅院记住着一个算命的术士 便一同骑马前去那里问补 几个人来到禅院 找到那算命的术士后 便向他施礼入座 那术士见他们洋洋得意的样子 知道他们一准儿是遇到了好事 就笑盈盈地奉承了几句 曾某手摇折扇 微微笑了笑 开口就问那术士说 我可否有莽袍玉带家身的缘分吗 那术士变板起脸 假意严肃地对曾某说 我断言 你可以在太平盛世 做二十年的宰相 曾某一听 喜悦异常 洋洋得意 这时 正赶上天空下起了小雨 曾某便与同伴们 跑到僧房中避雨 他们来到僧房 看到有一位老和尚 正坐在那里 那老和尚长得深眼窝 高鼻梁 他坐在一个蒲团上 态度很高傲 也不跟他们打招呼 曾某等人向那老和尚 举手行礼后 觉得无趣 便坐在床榻上 各自闲谈了起来 同伴们听见刚才术士说的话 便纷纷祝贺曾某 说他未来一定会成为宰相 曾某心高气傲 指着同伴们说 如果我当上宰相 我首先就会推荐 我的岳父张老先生担任应天府的巡抚 我还会让家中的表兄弟们 担任参将或是游击 就是我家的那个老仆人 我都会让他搬个千总 或是把总什么的官职 安排好家人 我的心愿就满足了 在座的人听到这些 都大笑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只听见门外的雨 越下越大 曾某觉得无趣 有些困倦 就浮在榻上 想要小气 忽然 他看见面前出现 两名宫中派出的宦官 手中拿着皇帝的诏书 宦官们展开诏书诵读说 皇帝陛下要赵曾太师回朝 去商讨国家大事 曾某心中得意 连忙起身 快步走向了皇宫 他站在朝堂上 滔滔不绝 皇帝听他说话时 更是微笑认可 甚至不自觉地移身 向前凑近 皇帝与他温和地交谈了许久 便下令说 今后三品以下官员的废处 与提升 均由曾某决定 当即 皇帝又赐给曾某满袍 玉带和骏马供他使用 曾某穿好满袍 配好玉带 向皇帝叩谢后 走出了皇宫 他回到家一看 自己的住所 已经不是原来住的样子了 那新房子 那新房子有彩绘的乌梁 以及雕饰的乌船 看起来极尽奢华气派 曾某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骤然达到这般地步 不过只要他摇着胡须 轻声招呼一下 众多侍从 一口同声的回答 便会如同震雷 一般响起 不一会儿 同朝的大臣们 都纷纷来到他家里 向他祝贺 并送来各式各样的海外珍宝 作为贺礼 他们对曾某点头哈腰 极尽奉承 来他家里的人 更是一个挨着一个 源源不断 六卿这样的大官来了 曾某急忙上前迎接 侍郎一类的普通官员来了 他便拱手失礼 说几句话 更小的官来了 他就只是点点头而已 山西的巡抚 送来歌舞女郎时人 都是漂亮女子 她们之中最出色的 一个叫鸟鸟 一个叫仙仙 而这两人 尤其受到曾某的宠爱 每当曾某休假在家时 便会用一整天的时间 观赏他们的歌舞 有一天 曾某忽然想起 自己穷困时 曾得到本县父护 王子良的帮助 现如今 自己已经是官高觉显 而王子良 却仍然试图失忆 为什么不拉他一把呢 第二天一早 他便写文书给皇帝 向他推荐王子良 希望皇帝给他一个 几世中的官职 皇帝看到曾某的文书 当即发下圣旨予以批准 立刻对王子良 加以提拔任用 曾某又想起郭太仆 曾与自己有些小怨恨 便叫来几世中 吕某和世宇陈昌等人 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们 第二天 弹劾郭太仆的奏章 就纷纷承报 给了皇帝 皇帝便立刻下旨 消去了他的职位 曾某报恩报怨 一一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心中十分畅快 一次 曾某偶尔在郊外的大街上经过 一个罪汉正巧冲撞了他的仪仗队 他便立刻派人 把那罪汉榜送到了经兆尹 并立即将那罪汉打死在刑杖之下 与他宅地相接 田地相连的人 都畏惧他的权势 向他进献最肥沃的田产 渐渐的 他的财富 简直可以与国家国库里的财富相比了 不久 鸟鸟 仙仙又相继死掉了 曾某十分难过 朝思暮想 但他忽然想起多年前 曾见过东边邻居家的女儿 那姑娘生得美丽绝伦 曾某也是十分爱慕 他曾多次提议 想将那姑娘买来做机械 总是由于财威力薄 不能如愿 幸好现在 他有了足够的财富 终于可以如愿了 于是 他指使几名能干的仆人 把钱财强行送到了邻居家 不一会儿 那些仆人们便把那姑娘用轿抬了回来 曾某将那姑娘请下轿来 发现他比以往见到的时候 更加厌美动人了 曾某时常回顾自己的一生 他觉得自己已经心满意足了 又过了一年 朝廷里的官员们开始怯怯思议 似乎有人对曾某心怀不满 但这些人却不敢将一切说出来 而曾某更是心高气盛 完全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这时 有一位龙图阁的包学士给皇帝 上了弹劾的奏章 奏章中大略说 我个人认为 曾某本就是一个 嗜酒好赌的无赖之徒 是一个市井小人 他只因一句话 让皇帝陛下开心 便得到了皇帝陛下 您的信任和喜爱 现在 他的父亲 儿子都做了高官 所受的恩宠 可以说是登风造极 但是 他却不想为 治理国家 而付出努力 更不愿意 无私的奉献 他的行为 完全无法报答皇帝 您对他的恩情 不仅如此 他却时常肆意而为 对百姓 更是作威作福 他的罪恶累累 若要数清 他所犯下的死罪 比数清他的头发 还要难 朝廷里的官位 让他作为了买卖的货物 根据官职的优劣 定出或高或低的价码 所以文官武官都会跑到他那里寻求 得到提拔的机会 而他便会根据来访者的馈赠来盘算得失 寻找机会 官职在他看来 俨然就像市场上单货贩卖一般 对他养成嫡系 望尘而败的人 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有些杰出的人士 贤良的大臣 不肯趋意附和 曾谋清泽 将他们分配到荒凉的地方任职 重则直接削去他们的官职 将他们赶出朝堂 如果官员们不顺从 就会触怒这个指鹿为马的奸命权臣 如果官员们对他言语上有所冒犯 他更是会将那官员 贬放到遥远的野兽出没之地 这样下去 官员们会为此寒心 皇帝 您更是会因此而被官员们所孤立 不仅如此 曾某还将农民的良田 占为己有 强行将别人家的女儿 娶来做妾事 民间的百姓 对他充满怨恨 认为国家会因为他 变得永无宁日 而曾家的奴仆 美到一地 那里的地方官 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曾某的私信一经发出 各级官员 也不得不因此训私枉法 他还认养了许多义子 而这些人又帮衬他们的远房亲戚 那些亲戚们因此变得横行无际 他们出门乘坐马车 那马车快得犹如疾风吹过 车轮声如滚滚雷声 走到一处 如果那里的百姓 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 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打百姓 以示则罚 整个曾家 残害百姓 奴役官府 只要曾家的人所到之处 那里就会连野草都剩不下来 现在曾某在朝廷中 自认为得到皇帝您的宠爱 丝毫不知悔改 每当您在宫中问他正事 他就在您面前巧语谗言 一旦他回到家中 便会在后花园享乐 他沉溺于声色犬马 夜以继日 荒淫无度 却从不把国际民声放在心上 难道这样的人 有资格做宰相这样的大官吗 现在 国家内忧外患 百姓们也得不到安宁 如果您不尽快将他处死 将来一定会酿成像曹操 往往篡夺地位这样的祸患 我现在 没日没夜都在担心这件事 他让我无法安眠 现在 我冒着死罪 一一说出曾某的罪行 上报给皇帝您 让您知道 我请求您下令 砍下曾某的人头 插抄他贪污来的所有财产 以平息百姓和官员们的怨气 如果我说的话 有任何虚假的地方 我愿意接受刀劈油烹 这类最严厉的刑罚 曾某听说 包学士在皇帝面前弹劾他后 吓得失魂落魄 像喝了冰水似的 心中透凉 幸亏皇上宽大为怀 将奏折 扣押在了宫中 没有下打 然而各级官员 建官等主要行政长官 依然不依不饶 他们纷纷向皇帝呈上奏章 弹劾曾某 往日投靠在他门下的门声 称他为干爹的干儿子们 看到形势出现了变化 也纷纷离他而去 于是皇帝下旨 超莫曾某的全部家产 并将其发配到云南做奴役 曾某的儿子担任平阳太守 也已经派人前去传讯审问 曾某听了圣旨 正在惊恐之际 玄疾 有数十名武士 手持宝剑或长矛 走到曾某家的那时 他们包下他的朝服和朝官 将他与妻子绑在了一起 不久 又见几名义夫 把曾某的财物搬运到了院子里 顺时间 珠宝 金银堆满了院子 他们一一细数 那里的金银钱钞有数百万 珠宝 翡翠 玛瑙 玉器有几百壶 帐木 帘子 床榻之类 又有数千件 甚至婴儿的棉被 女子的袖鞋 都遗落在堂前的台阶上 曾某逐一看过 感到渐渐心酸 样样刺目 又过了一会儿 有一人把曾某的美妾也拽了出来 只见那美妾披头散发 娇声哭泣 神情恍惚 曾某心中燃烧着悲愈的烈火 满腔愤怒 却不敢说出 一会儿 楼阁仓库都贴上了封条 曾某立即被呵斥着走出大门 押送者用绳子牵着曾某和妻子 夫妻二人背弃着向前走 路上 他们祈求官差给他们一辆破马车代步 也办不到 他们走了十多里路 曾妻足下无力 总要跌倒 曾某只得不时地用一只手搀扶着他向前走 又走了十多里 曾某本人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忽然 前面又出现一座高山 那山高的直插云霄 曾某担心自己无法翻阅 便手挽着妻子相对流泪 但押送者以凶恶的目光瞪着他们 让他们一步也不许停 曾某又看见斜阳西沉 他们无处住宿 不得已 只得一前一后 一瘸一拐地艰难前行 等他们到山腰时 妻子的力气已经用完 坐在路边哭泣 曾某也停歇了下来 任凭押送者破口责骂 忽然 他们听见许多人齐声鼓噪 原来是一群强盗 强盗们各个手持锋利的兵器 向他们奔来 押送者吓坏了 一溜烟似的逃走了 曾某和妻子被绳索捆绑 无法逃脱 于是他们便跪下 哀求说 我们是罪犯 要被发配到荒蛮之地 行礼中更是没有值钱的东西 请饶恕我们吧 没想到 这群强盗怒目元征 对曾某说 我们都是受你迫害的冤民 现在只想索取你这奸贼的人头 别无所求 曾某怒斥那些人说 我虽然有罪 等待处置 却也是朝廷的官员 你们这些强盗 怎么敢伤害我 听了这话 强盗恼怒至极 挥动大幅 向曾某的脖子砍去 曾某只觉自己的头落地有声 正当惊魂未定之际 有两名小鬼向他走来 将他双手反绑 驱赶他上路 他们走了一段时间 走进了一座城市 请客间 曾某便看见了一座宫殿 殿上有一位形貌丑陋的大王 正在平安判决 来到这里的鬼魂 应当何罪 应有何福 曾某上前 他在地上 请求大王饶命 大王审阅暗卷 才看了几行 就怒气冲冲地说 你这种欺君误国的罪行 应该扔到油顶里去扎 周围的鬼骑声附和 声如雷霆 随即 有一个巨鬼 把曾某一把 抓到殿阶之下 只见那里有个油顶 那有顶七尺来高 四周烫火熊熊 连顶足都被烧红了 曾某顿时下得浑身发抖 伤心哀气 想要逃跑 却不知道往哪里逃 大鬼用左手抓着曾某的头发 右手握着他的双脚 把他扔进了油锅里 掉进油锅后 曾某顿觉整个身体随着油拨 上下翻滚 他的皮肉变得焦烂 身体更是钻心的疼痛 他张口呼救 沸腾的油就会灌进口中 使得他的肺腑也受到了烹肩 这时他只想死得快些 但他想尽办法却都死不了 大约一顿饭的时间 鬼才用巨大的叉子把曾某挑了出来 然后他又将曾某扔到堂前趴着 大王又翻简济式的布侧 生气地说 你仗势欺人 应该受 上刀山的刑罚 大鬼又把曾某抓走 他只看见眼前出现一座大山 山形陡峭高峻 上面尖刀纵横 就像丛生的竹笋 此前 已有数人被刀山刺破肚子 挂住肠子 呼嚎的声音惨不忍听 大鬼催促曾某上山 曾某却放声大哭 退缩不前 大鬼便用毒锥 扎曾某的后脑 曾某忍痛祈求 大鬼恼怒发火 抓起曾某 向空中用力抛去 曾某顿觉身体钻入了云霄 紧接着晕乎乎地向下一落 那交错的尖刀刺进曾某的胸口 疼痛无法形容 又过了一段时间 曾某的身躯再次沉重下坠 刀渣的孔洞逐渐变大 他忽然掉下刀山 疼痛使得他的四肢 像毛毛虫一样卷曲着 于是大鬼又赶他去见大王 大王命令鬼文书统计曾某一生 卖官 王法 霸占财产所得的钱财有多少 不一会儿 有一个胡须捧乱的人 手拿算盘说 三百二十一万 大王说 那玩意儿既然是他存下来的 还是让他喝下去吧 不一会儿 拿来的铜钱都堆在了店街上 那些钱财堆得像丘陵一般 渐渐被陆续放进了铁锅里 用烈火加以融化 几名鬼拆轮流用勺子 往曾某口中灌铜汁 铜汁流到面颊上 皮肤便会焦烂发臭 流进喉咙里 五脏六腑便会沸腾起来 活着的时候 他总嫌这玩意儿太少 这时 却又嫌这玩意儿太多了 用了半天时间 铜汁才算被灌完 大王又命令 将曾某押戒到甘州 投胎去当女人 曾某刚走了几步 只见架上有一个 周长可达数尺的铁梁 上面套着一个 不知有几百里大的火轮 火焰发出五色光彩 光芒直冲云霄 鬼用鞭子抽打着曾某 让他登上火轮 曾某刚闭上眼睛 跃上火轮 火轮便随着双脚开始转动 他似乎觉得自己在向下跌落 浑身发凉 当曾某睁眼看自己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变成了婴儿的身体 而且还是个女孩 他看到自己的父母 发现他们穿着破衣烂衫 土屋子里还放着要饭的破碗和棍子 于是心里明白 自己已经成了乞丐的女儿 他每天跟着乞丐父母出门要饭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却经常吃不上一顿饱饭 他身穿破烂的衣服 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十四岁时 父母便将他卖给顾秀才做妾 终于 他的吃穿基本可以自己 但顾秀才的大老婆 却非常凶悍 每天用鞭子抽打他 甚至用烧红的烙铁 烙他的胸部 幸好顾秀才对他却十分疼爱 这让他稍有宽慰 一次 邻居家的一个无赖少年 突然翻墙过来 逼他与自己私通 他想到前一世 自己的罪孽深重 已经在阴间 遭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现在哪能再干这事 于是他放声大喊 顾秀才和大老婆 都被喊了起来 那无赖少年 这才逃走 没过多久 顾秀才在他房里过夜 他正躺在床上 喋喋不休地 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和苦楚 忽然 一声巨响 房门大开 有两个强盗 持刀闯进屋里 强盗竟然砍下顾秀才的头 还把屋里的衣物钱财 抢个精光 他吓得缩成一团 躲在背里 再也不敢作声 等强盗离去 他才喊叫着跑到大老婆的房间 大老婆大吃一惊 与他一起哭哭啼啼地去厌看顾秀才的尸体 于是 大老婆便怀疑他和肩夫一起 杀害了顾秀才 便一纸诉状将他告到了官府那里 当地的官员 立刻对他严加审讯 竟然还施以酷刑 官员对他驱打成招 立案定罪 依照当时的刑律 官员们判他以寡刑 他被绑赴刑场 胸中冤气欲结 跺脚喊冤 在他看来 这人间竟然比阴间的十八层地狱 还要黑暗 正在曾某伤心哭嚎时 他听见同伴们叫他说 老兄 你是做噩梦了吗 曾某一下子睁眼 醒了过来 他看见老和尚还在蒲团上坐着念经 同伴们争着对他说 天已经黑了 我们都饿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睡这么久啊 曾某于是面色凄惨地站起身来 老和尚微微一笑 对他说 当宰相这事灵验了吗 曾某越发惊异 便施礼向老和尚请教 老和尚对他说 只要修得行人 火炕中也有清廉护持 我这么个山野僧人 又懂得些什么 曾某来时趾高气扬 走时 却又不觉垂头丧气 当宰相的念头 也从此不再有了 后来有人听说 曾某进山修道 不知下落了 作者在最后 还有这样一段评语 他说 降福给行善的人 降货给淫恶的人 这是永恒的天道 曾某听说 自己能当宰相 就沾沾自喜 这样的人 必然不会因得到 这个职位 努力为国家 和人民做贡献而欢喜 他心中只想的是金钱 权力和美色 哪里还会在意 职位本身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梦境本来就是幻想 是不现实的 曾某凭空想象 神明便利用他的想象 帮他找到答案 当人们走好运时 这样的美梦 是必然会要做的 好 今天的鬼怪故事 续黄梁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 并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